欢迎来到营养聊天室 我是婉萍营养师 之前我们录了一集就是减肥要吃到足够的蛋白质 里头有聊到所谓的一份蛋白质 一天需要多少份蛋白质 接下来有人就会问说 营养师我在全联买食材 这些常见的鱼鸭肉 到底等于多少份蛋白质 一般健康成年人 每公斤体重需要的蛋白质就是0.8-1.2公克 至于如果是肾脏病人 或是要限制蛋白质的人 就是每公斤体重就是0.6-0.8公克的蛋白质 这样子算起来是不是很复杂 大家可能都听了乌萨萨 这边有表哥 请大家截取下来 我自己在临床上 就是跟我的病友 或是我的客户 怎么教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是用体重来计算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体重除以10再加上2 例如假设你是50公斤的人 50除以10是不是就是5 5再加2就是7 所以你需要7份的蛋白质 婉萨养师今天就用全联买得到的蛋白质 分成热量高中低 来跟大家来实际举例 先介绍热量高的肉类 第一个就是三层肉 三层肉一份的蛋白质叫做50公克 热量就是180大卡等于半碗饭 那1分50公克的蛋白质就是这么的大 连皮带肉就是这么大 这样子就有半碗饭的热量 我们在全联买到的一盒三层肉有两大条 那这样子是250公克就等于5份的蛋白质 总热量是多少呢 就是920大卡 第2个就是猪五花肉片 大家都知道猪五花肉片其实就是肥肉的意思 他的一份蛋白质一样也是50公克 等于180大卡 那等于就是1.5到2片的猪五花肉片 那全联的猪五花肉片一盒大概就是200公克 就是4份的蛋白质 他的热量就是720大卡 就等于是一个便当 那五股牛小排 一份蛋白质就是40公克 那大约就等于2片半 那他的一片是多少 这样子叫做一片 40公克 热量是116大卡 这样一盒是150公克的重量 就是肉的重量 等于3.5份的蛋白质 热量是406大卡 可是你看如果说我今天做低糖饮食 我这样一盒的牛肉去煎 再加上一盘的青花菜 我这样热量加起来是500卡 就是有肉有菜 一样也可以当减肥餐 还是ok的 ok的这样子 接下来介绍热量在中间的肉类 就是所谓的一份蛋白质 他热量落在60大卡到100大卡 那第一个要来介绍的就是二截翅 就是平常我们看得到的鸡翅 那这样子的热量 就是84大卡 就是一份的蛋白质 一盒是250公克 那大约就是3.5份的蛋白质 他因为是称重 所以大概就是10到11支 就是3.5份的蛋白质 总热量就是294大卡 就接近300卡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减肥的人 我买了这一盒回家 就是烤鸡翅以后 我可以煮个竹笋汤 这样子加起来热量也不到500卡 可以适合拿来做晚餐 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梅花猪肉片 那这一份的蛋白质 就是40公克 40公克就是等于82大卡 那接近就是一又三分之一片的梅花猪肉 我拿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在这个全联麦的时候 像这样的一盒是230公克 大约就是5.7份的蛋白质 总热量是467大卡 所以如果我今天晚上回家 我想要烤这个肉片包生菜 那我的热量大概就是500卡的热量 那我煮这个比较划算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那个牛肉看起来比较少 对没错 因为它是中热量的蛋白质 所以它吃的蛋白质又多 而且体积又比较让你满足 那所以我可以直接煮一锅火锅全部丢下去 没有问题 第三个也是我们常见的是 去骨鸡腿排肉切片 一份的蛋白质就是40公克 等于90大卡的热量 它大小大约就是像我的手指头 两截次 上下有没有两截次 如果它今天去皮的时候热量就大概65大卡 像一盒的重量大约是250公克 就是6份的蛋白质 总热量就是540大卡 那如果你今天买的是去皮的话 热量就是400卡 就整整就是差了140大卡 有皮跟没有皮大概就差了140大卡 接下来介绍热量低的肉类 第一个就是牛的尖理肌肉片 一样都是牛肉 但因为部位不同 所以热量就会不同 那这边的一份就是小于60大卡 那一份大概是35公克的重量 50基大卡 那大概就是两片就叫做一份 那它的一片其实是薄薄的一片 一般在全年可以买到的牛尖理肌肉 一盒就是200公克 就等于5.7份的蛋白质 总热量就是324大卡 如果你要煮火锅 当然要选择热量低 你又可以吃比较多啦 第二呢就是鸡棒腿切块 一份的蛋白质呢 就是去骨的话 就是38公克 带骨就是65公克的重量 57大卡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做一份 就是小的有没有 棒棒腿欢迎给大家看 全年卖的这一盒鸡棒腿切块 重量大约就是400公克 约6分的蛋白质 总热量就是342大卡 如果我今天晚上要执行低糖饮食 我就可以香菇鸡汤 这样子加起来 一碗热量不到400卡 一样可以让你吃饱饱 执行低糖饮食的计划 第三呢就是大家也常会看到的 就是去骨鸡胸肉 去骨鸡胸肉 它的一份蛋白质是35公克 大概多大呢 把鸡胸肉放过来 是不是大小差不多 全年的鸡胸肉 一盒大约就是300公克的重量 约8分的蛋白质 总热量是多少呢 288大卡 你今天如果吃鸡胸肉 煎鸡排 煎的满满的一盒 你吃下来才300卡不到 热量高的海鲜有哪一些呢 就是一份蛋白质超过100大卡以上 第一个介绍的就是青鱼 那很多人会说 营养师青鱼不是很健康吗 没错 因为它很健康 EPADHA就是鱼油多 那它一份蛋白质是50公克 就是209大卡 那大约就是等于半条的青鱼 全联一盒的青鱼 实际上的重量是250公克的时候 它大约就是5份的蛋白质 那这里头是两片的青鱼 总共热量就是10450大卡 青鱼的量也太高了吧 对 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 我怎么吃完青鱼以后很容易瘴气打嗝 就是因为其实青鱼也很油 就是是好油 但是呢 你在减肥的时候 要记得 它其实也是高热量的蛋白质 那就是秋刀鱼 秋刀鱼也是我们常说的 鱼油很丰富的 那它一份蛋白质 就是如果不带刺是40公克带刺是70公克来秤 那这样的热量就是110大卡 就是一条的秋刀鱼 当然有大有小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 大概就是一般筷子一条的大小 全联在卖的时候 它是一盒有三条的秋刀鱼 280公克 大概就等于四份的蛋白质 总热量444大卡 你有没有觉得吃这个好像比较划算 因为它有刺所以你会吃的时间比较久 会让你的饱足感也会比较高 3个是比目鱼 比目鱼一份的蛋白质 不带刺的时候的重量是50公克 带刺的时候的重量是75公克 那为什么鱼的重量都会比肉的重量要来的比较重一点 是因为鱼含有水分 所以它的重量上会比较重一点 那这样子一份就是100大卡的热量 大约三根手指头 太不划算了 100大卡 比目鱼就是200公克 4份的蛋白质 那它的热量就是 400大卡 来看热量低的海鲜类 就是 鲑鱼 鲑鱼一份的蛋白质 是30公克的重量 热量是74大卡 大约等于 三分之一条的鲑鱼 这个是全联卖的 就是一盒的鲑鱼 一盒的鲑鱼有两片 这样的重量是250公克 大约是蛋白质8份 总热量就是592大卡 来看常见的鲑鱼牌 鲑鱼牌呢 一份的蛋白质是40公克 大约像这样的大小 也等于三根手指头 好那重量呢 就是40公克 等于热量44大卡 一般的这个鲑鱼片的三分之一的大小 那一盒是200公克 等于5份的蛋白质 总热量 就是220大卡 哇 有没有觉得这一大片才220大卡 比一碗饭的热量还要低 鱼排 包含像鲁鱼排 这些其实都是比较瘦 优质蛋白质比例更高 想要减肥的朋友就可以挑选 好像鲑鱼排来做你的低糖饮食喔 今天的部分呢 就是全联有卖这个冷冻虾 或是冷藏虾 我们用白虾来看 那虾子有大有小 我们来看 这样子的虾子就是等于一个名片的大小 这样子三只的虾子 热量就是35大卡 一盒是175公克的重量 等于5份的蛋白质 这样子一盒吃下来 总热量是 175大卡 大家有没有发现 虾子热量也非常的少 哇塞 你知道你喝一杯饮料都要4500大卡 你吃15只虾子热量都还没有怎么样 喝一杯饮料来得多 有没有觉得晚天仰师今天分享的这集 超级无敌的食用 对不对 真的 我30年的功力通通告诉你 但其实呢 吃够足够的蛋白质 可以让我们的减肥更顺利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蛋白质食物 是我今天没有介绍到给你的 广快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下次我们就来帮你做 记得帮完评一样 是按赞 追踪 还有订阅 还有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